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個青檸撻 這個青檸撻其實是我其中一個最喜歡吃的撻 這個撻其實取材自這個key lime pie 或者key lime tart 這個key lime tart其實在美國很出名 因為他們專門用佛羅里達州的key lime去做 但當然我們就沒有這個福羅里達州送來的key lime 都是找不到的 但是我們有這個泰國青檸 泰國青檸是非常接近這個key lime的味道 於是又做到 OK 究竟我們怎樣做呢? 立即開始 首先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把焗爐預熱去到190度 190度 好了 接著你可能聽到 做撻又做批 是不是又要搓皮又搓皮 這次我懶得懶得 我們用一個非常方便的方法去做撻皮 我相信或者派皮 很多人都知道怎樣做的 沒錯 就是用消化餅 例吧 好 先講講這個撻皮的材料 當然有消化餅 跟著有牛油 然後就有這個 哇 啡糖 很多人可能會說 咦?你不是加砂糖嗎? 加啡糖 味道更好 告訴你 還有少少鹽 現在我們要做的事就是 先溶化牛油 找一個這樣的盆 把牛油放進去 拿去溶化 好 接著我們要攪碎這個消化餅 怎樣攪碎呢? 嘩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食物處理器的 所以我們就用最原始的方法 搓碎它 好了 這個膠袋 你看到 哇 殘到這樣的當然 我怎會用一個新的呢? 我們用一個舊一點 但當然是乾淨的 好 把餅都放進去 然後你就要把空氣盡量按出來 然後關掉的時候 剩下一點 讓空氣走出來 有些碎都走出來 也不要緊的 好了 來了 打你的小人頭 會突然醬了這些東西出來呢? 唉 不好了 不好了 我們最重要是把這些餅乾 就一定要硬到幾碎 因為如果不夠碎的話 它那個黏在一起的能力 是差一點的 唉 攪完一輪之後呢 我們需要這樣的狀態 粉就對了 好 接著拿一個盆 好 把你剛才硬碎了的消化餅 倒進盆裡 然後倒你的啡糖 鹽 融了的牛油 接著用叉拌勻它 好 拌勻之後呢 我們就要找一個東西 裝著它 唉 我呢 就找一個這樣的派帽 去裝這些這樣的消化餅碎 其實呢 如果你沒有這些派帽 不要緊的 你只要找一個 入得焗爐的盤 即是可能那些玻璃盤 去把這個派底碎 鋪在這裡都可以的 我就用這個派盤 我覺得好像漂亮一點 我自己覺得 但沒問題的 你自己找那些玻璃盤 入得焗爐的碟 甚至四方形的盤 去做呢 都可以的 所以呢 今次我們做這個派 是非常之隨意的 OK 還有一樣東西 來到這個步驟 你其實是不需要焗的 但為什麼我要焗呢 就是因為我想那個派 再脆一點 再香一點 其實這個派底 是不需要焗的 你只要弄完那個形 之後呢 放在雪櫃裡 放它大概兩個小時 然後你再倒那些派的 感覺進去 它已經OK的了 所以呢 你不用一定要焗的 好 現在呢 我們就把這個 消化餅的碎 就倒下去了 然後呢 你就可以用一個有平面的器具 然後呢 把那些派的餡料 按下它 OK 你用手按又行 你好像我那樣 用這個東西 慢慢按又行 沒有問題的 那可能都要用手幫忙 到旁邊這些位置 好了 如果你好像我那樣 想焗的話呢 放進190度的焗爐 焗它8至10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這個派底已經焗好了 好啊 我先拿出來看看 嘩 好香啊 我們要把這個 這個派底 就是攤冷的 最好呢 嘩 好熱啊 最好呢 甚至乎攤冷了之後 放在雪櫃 等它 雪硬一個小時 這樣才放那些餡料下去 更好的 當那個派底 在這裡攤冷的時候 你就把焗爐 調低回這個 攝氏160度 因為我們還要把整個派底 焗一焗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攪一攪一些青檸 嘩 我們看到一些青檸 咦 都有些檸檬的 為什麼會加一些檸檬呢 因為泰國青檸的味 可能是太強了 未必個個都可以接受到 於是這個食譜 我就加一些檸檬 這樣呢 味道就沒有那麼強 但是如果你頂得住這個 泰國的青檸汁的話 我絕對支持你 將這個食譜 寫著青檸汁和檸檬汁的份量 變成了 光是青檸汁的 做法是一樣做的 好 繼續 我們呢 我們呢 就要將這裡的青檸檸檬 炸完汁 正如傳統的烹飪節目一樣 因為時間關係 已經炸完 哈哈哈哈 這裡呢 就有四個青檸汁 這裡呢 就有兩個檸檬汁 剛剛好呢 就夠這個食譜的份量 OK 跟著我們要預備的東西呢 就是那個 塔的餡料 好辣 我們呢 就要準備四隻雞蛋 我們只是用它的蛋黃 於是我們要分開它 把蛋白打到一個小的碗 OK 蛋白你可以用來做這個merangue 或者是用來炒了它吃 沒所謂 跟著 準備這個電動的打蛋器 我們要把它打到差不多 雙倍的份量 OK 這樣就來了 好 最好呢 用這個 高速去做這件事 好了 其實呢 我打這個蛋黃呢 都打了一陣 因為呢 我們呢 就要把那個蛋黃 打到呢 淺色了 那你會見到呢 真的淺色了 其實呢 我們這個步驟都挺重要的 你打這個蛋黃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 你那個發彈器呢 和那個兜造成的磨擦呢 你可以說是在煮這個蛋黃的 所以呢 我們千萬不要 論色我們這個打蛋器的步驟 我們一定要打到它淺黃色 和開始有些結 還要是那個份量呢 是差不多是雙倍 雙倍了 OK 所以記緊是這個步驟 很重要的 OK 好了 跟著呢 我們就下煉奶了 那你在這個街上 那裡呢 都有這個 這個尺寸的煉奶 350克 剛剛好呢 我們這個食譜的需要 OK 那我們就整個倒進去 好 哇 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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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著呢 我們再攪一攪它 不過呢 現在呢 就慢慢攪了 好 拌勻了 跟著我們要倒些什麼呢 我們要倒個青檸汁下去 然後呢 就要倒些塔塔粉 Cream of Tartar 這個Cream of Tartar粉 就可以將這個Pie 更加穩定了它 凝固得更加好些 OK 好了 我們倒下去 好 跟著呢 我們再倒檸檬汁 逐少逐少倒 不要倒了一次過 OK 好 再倒少少 好 倒了其餘 再倒下去 好了 餡料已經完成了 當你的Pie 已經攪冷了 甚至乎已經雪超過了一個小時的話 你就可以將這個Pie 倒下去 OK 好了 我的Pie 已經完成了 我呢 我呢 就會將它倒下去 吧 跟著呢 你可以用一個抹刀 就擺平它 掉下去 不要緊 這些就遮住它 少少都不要緊 最傳統最傳統的食法呢 就是將這個已經搞定了的Pie 放進冰箱四個小時 跟著是可以吃的 那你可能會問 喂 有生雞蛋喔 這樣 其實呢 青檸和檸檬的酸呢 是可以將那個雞蛋煮熟的 還有剛才我不是提過呢 在這個發蛋的時候 我不是說很緊要的 這個程序 基本上它都是將這個蛋黃煮熟的 但是 我們為了安全起見呢 焗它 OK 那我們有三重的保障 這個青檸檬呢 就一定吃得開心 吃得安全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拿去這個160度的焗爐 焗它大概十至十四分鐘左右 十至十四分鐘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拿去焗了 焗好了 拿出來看一看 很漂亮 好 先放下來 餡料怎樣才能做呢 有一個方法可以試的 就是用手指試的 如果你的手指碰到那個面 它不黏你的手 那就真的OK了 現在我們試一下 噢 不黏的 我真的碰了下去 不黏手了 周圍都很好 這樣就是搞定了 你接著把它放到室溫 然後就放進冰箱 冰它起碼四個小時 然後再拿出來吃 嗯 完美的 如果第二天想吃 你可以之前那天做定 更正的 淋上碟之前 刨了一些青檸碎 在上面 這樣就完美了 好了 這個青檸攤就已經搞定了 我就要等它冰冷了 才可以吃 我真是急不及待了 因為這個真的很好吃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就是按讚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